招商银行纽约分行传出种族歧视 原招商纽约分行华裔业务主管王兴指称 纽约分行放款做法歧视非议美国人社区 而且自己在向纽约分行投诉后则遭到解雇 王兴已经起诉招商银行与三名高阶主管 招商银行则否认歧视 声称贷款决策是基于风险管理而做出 也表示任何刑事的歧视都是不可接受的 在今年2月前招商银行业务主管王兴遭到公司开除 他表示原因是因为向上级投诉银行的歧视性借贷行为 王兴已经在周二上纽约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指出他因为招商银行已经实施超过8年的 黑人社区歧视行为提出投诉而被解雇 他首先在去年4月提出问题请管理层注意 当时摩根士丹利向该银行申请了价值1.05亿美元的 房地产融资贷款超过2600万美元 以资助哈莱姆区的一个项目 由于风险管理主管胡杰的意见 该银行只批准了1000万美元 同时指出这笔贷款的多项缺点 并写道哈莱姆区并不是高阶人士聚集之地 非议美国居民比较集中 王兴指出 在他和银行首席法务和合规官员反应后遭到开除 王兴的律师各立部表示 将向招商银行提起薪资损失和惩罚性赔偿 招商银行在周二表示 这些指控子虚乌有 也表明会坚持立场与王兴奉陪到底 同时指出任何形式的歧视都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非常努力的确保工作场所和贷款不受歧视 王兴担任纽约分行2012年至2016年的首席风险官 当时他是执行副总监兼美国公司银行业务负责人 他的诉讼中指控种族歧视文化相当猖獗 根据诉状招商纽约分行大约有120名员工 没有一个是非议美国人 在2013年王兴曾申请监督风险管理的工作 但他的经理却说 一名白人对投资者看起来更可信 招商银行歧视风波罗生门 种族歧视争议引发关注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黄仁杰 正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